当地时间8号凌晨,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声明,计划向台积电提供66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补贴,并提供高达50亿美元的低成本政府贷款,用于其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设先进半导体工厂。 此前,台积电一直在兴建亚利桑那州晶圆一厂和二厂,如今要建第三座晶圆厂,将规划生产2纳米芯片或更先进制成工艺,计划将在2028年开始生产。 台积电指出,这三座工厂总投资金额将达650亿美元,估计创造6000个直接工作机会,累计2万人次建设工作机会,以及数以万计的供应链工作机会。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,由于缺乏熟练的劳动力,以及美国当地建厂施工成本过高等原因,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两座工厂破土东工后水土不服,工程受阻。 有台湾资深半导体顾问指出,台积电宣布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新设晶圆厂都很正常,在美国设厂就很意外,因为一场在兴建时就困难重重,影响投产时间,会有这样的举动或是不得已的决定。 针对第三座晶圆厂可获66亿美元的补助,业者指出,美国政府补助目的不过是为了美国半导体制造回流,增加美国就业机会,并降低对亚洲生产的依赖,进一步降低风险。 有岛内网友就表示,以美国人的玩法,三座厂大概都会赔钱。 还有网友说,养套杀,美国获成最大赢家。